当美妆产品去面试卖个多用膏 人呢 等这么久都过来 各大公司都挤破头挖他 全网断货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他 各位面试官们好 抱歉我来晚了 小鱼你终于来了 小鱼 大家都管我叫三文遗色 接点面试官 自我介绍一下吧 面试官好 我是MAC多用膏 我想面试贵司的腮红港和眼影港 你想一个人担任两份工作啊 我的颜色是蜜桃橘调 擅长做腮红和眼影打底 我们这两个岗位都不确认 我认为有必要 这样安排可以快速完成这场妆容 而且颜色统一 妆面干净 有道理啊 但现在很多彩虹膏都面临着 上脸卡粉结块 晕染不尽的问题 你怎么看 以我的经验 彩虹膏的使用应该在粉底之后 定妆之前 可以手指点涂后拍开 也可以用粉扑 或美妆袋的鞋牵面 暂时上妆 我们被调过你 听说你尤其容易卡粉 人家简历里写了 慕斯质地 比较干不适合干皮 但人家持妆比较优秀 戴口罩都蹭不掉它 你入职之后的上妆规划呢 简单说说 我是腮红中的收缩字 所以要从颜骨最高处 一点点向面中晕染 不超过眼球的中线 这样就有等同于修容的效果 另外呢 我会通过少量多字 快速叠加的方法 尽量避免卡粉的问题 不错 看来是充分准备了 副总 您看呢 嗯 感谢您来面试 回去等通知吧 这孩子多好呀 今天录用立马就能上岗啊 意向薪资180 虽然咱开得几 但它现在全网调货 周历不知道捏着几份老粉呢 万一放咱鸽子咋办 可惜了 一高多用 颜色也好看 那咱俩还有费学方案吗 我这有 哦 MAC单色眼影的简历 还有个 果冻晒红膏 哎 它的期望薪资低一点 那你赶紧去联系它们啊